如果大家身邊有朋友 甚至自己是睡不著的話 如果大家又願意去試一下 我有方法 我都很肯定可以幫到你們 第一 我會做個生命藍本 問你的高額為什麼你會睡不著 第二 就是我有些食療的方法 只要你願意配合 我可以令你睡得好 所以你聽了之後 誰睡不著就找我 你身邊如果有朋友睡不著的話 你可以將我這一集 剪完之後傳給他看 好不好 令到大家可以睡得很軟 但是當時一定要配合 不要當時說 哎呀 我看到脂肪 我不吃脂肪的 然後主要進入老人院 因為老退化 我媽媽就是這樣 避了幾十年不敢吃脂肪 因為當初我爸爸的醫生跟他說他有膽石 他就不敢吃脂肪 其實越不吃脂肪越會有膽石 接下來他會推出就是說 特別針對某一種的身體狀況 譬如你經常頭痛 或者你經常胃痛 你有痛風 失眠 如是等等 針對這一種的身體情況去做生命難本 由高岸去講出來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你聽多些 你就會知道 其實身體狀況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單純吃藥打針就會好回來 不是單純我轉一轉去飲食就能夠完全好回來 你能夠很大的程度改善是真的 但是它背後有一些 是以前遺留下來的東西 那個部分 等高我講 所以我們會在生命難本再加上食療去幫助大家 好不好 Politik sih crit Supply 好不好 如果你們看